今年起來的網紅表演 這件事情超好笑的 我們都是請百萬等級以上的網紅 第一個百萬等級以上的網紅 就是楊聰 楊聰聰說那他第一首歌 他不要戴秘訣 然後他戴個口罩戴個眼鏡 然後在台上 大家就是會以為他是路人 不回覆 他們的卡片長得很像美國運動的小朋友 24小時都需要被照顧 喔 雙層的早午餐 小孩在我的正背後 請我老婆大人分享一下 她覺得月子中心的重要性 小孩在寂寞 小孩在寂寞 櫃小孩在寂寞 小孩在寂寞 好,那我們這次的尾牙舉辦的地方 是在萬豪的37樓 當天其實很focus在現場 我覺得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尾牙這件事情對一個企業來講 其實我們公司一直以來就是有兩場 一個是尾牙,一個是春久 如果關注我們很久的朋友們 應該會知道我們尾牙 就是對全體的同仁 同仁可以帶家人 或者是自己的另外一半 然後春久的部分呢 就比較是否業務人員或是業務團隊 反正就是對外人 然後主要是招待廠商跟客戶 就感謝就是去年大家的貢獻跟支持嘛 就等於說請大家吃個飯 好,所以說尾牙的話 因為是對自己公司的同事同仁們 所以我們就希望把規格拉高一點 應該是說尾牙是就是辛苦了一整年下來 請大家吃飯,發發紅包,抽抽獎,開開心心 那我們以往都是辦在上班日的最後一天 配合彈性休假或提早先上班 像我們今年也是我們是吃完尾牙就開始休假 所以我們有提前三天還是四天就休假了 所以尾牙之餘我想要給予全體同仁的話 是一個開心就是一年來的ending 或者是說放年假之前有一個很好的ending 在國外叫做什麼year end party 就是歲末派對就是類似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今年集團的群組大家有投票 就是說要用復古風 復古風有夠難的啦 但是呢就發現我們同仁裡面有很多人 我非常用心表現非常卓越 那當然我們也有頒發最用心擋辦的獎項 當然我們背板也是自己人設計的 哇就是非常有算是復古的氣息吧 心裡面覺得哇蠻漂亮的 然後上面把我們的關係企業 就是資家公司發展持有事業 全部都學在上面 好那因為今天拍攝的時候已經是過完整個年了 所以呢我現在想說來回顧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當天我們還是有請拍攝啦 就是我希望說我們今天是一個五週年 所以有一個紀錄 當然也是期許未來的我們會比現在更好 總要記得現在自己的模樣 今年的五週年我們跟往常一樣 就是歷年來都會先播一下 自己企業自己集團的影片 就算是今年完成了什麼目標 達成了什麼里程碑 智爽影片結束以後反正講講話嘛 就是創辦人講講話 總經理講講話 接著我們就會開始頒獎 跟以往最不一樣就是 我們今年為了給我們全體的同仁一個 很特別的驚喜 那我安排這些表演其實就是希望 可以讓大家看開心心 我們公司的同事很多都是八十幾年次的 然後如果我們是用我這個年代的標準去 舉辦這個委員 我覺得好玩他們不一定覺得好玩 所以我就也學學現在年輕人大概怎麼玩很開心 可是我們畢竟都還是原作原作像 還是有一點傳統 可是我們在中間找一些新意創新 那是今年起來的網紅表演 這件事情超好笑的 我們都是請百萬等級以上的網紅 第一個百萬等級以上的網紅就是洋蔥 洋蔥它有出個人單曲 那當然這次也很感謝洋蔥 我們蔥哥是網紅組織的團長 所以我就說那厲害的網紅裡面還有誰唱歌很厲害的 然後就有推薦過幾個人 有一些很可惜他們時間配合不上 最後有來的就是洋蔥 魚乾跟松鼠 因為我邀請他們來的這件事情 我們全公司的人真的沒有人知道 之後我跟艾爾知道 包含我們其他投資人股東沒有人知道 我說大家時間的關係一人唱兩首歌 然後洋蔥說那他第一首歌他不要戴祕訣 然後他戴個口罩戴個眼鏡 然後在台上大家就是會以為他是路人 然後呢他第一首歌唱完以後 他第二首歌突然戴面具 反正超爆笑 面具一帶上 你們看到畫面 哇全部人手機都拿出來了 這個就叫做名氣大過於實力 對 要念追蹤我的真IG 剛剛是開玩笑的 自從他以後 接下來第二個上來的魚乾 魚乾也是超級實力派 然後魚乾還唱的就是前一陣子很紅 從那個魚多田宮那個First Love有沒有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很High 那個松鼠 因為健保本人也有來嘛 那他們也很High 所以整個氣氛就帶很High 因為松鼠又唱又跳 然後來唱台語多我覺得 欸很適合尾阿唱 我覺得在那個當下 其實我心裡面很開心就是 我覺得我們同事同仁們大家都有很開心的笑容 那我覺得大家辛苦一年了 這個就是我真心想要貢獻給大家 或真心想要 比如說靠賞阿 或是討好 隨便阿都可以 就是這個部分是我真的很開心的 當然驚喜不是到這邊而已 我們還有後面 因為我們參加台灣松鼠協會 就阿迪他們辦的嘛 就年輕人的尾阿 我是因為松鼠協會學來的 所以我們也有玩那個卡戶的那個遊戲 就是讓大家答題 然後接著就大大小小的從我講啦 我們準備了禮品加現金應該三四十萬有啊 對然後再加上威壓新的來賓 欸我們這場 絕對是價值七位數以上的威壓 那前面其實欸就已經蠻多高潮了 然後最後我們特別來賓 很感謝這個09 竟然願意來唱 喔那個09那個出場 喔全部真的暴動 喔全部很暴動 喔尤其我們一些女生的同事們 喔實在是暴動 太瘋狂了 喔不斷入圍 喔那當然因為09的畫面 欸有經營公司嘛有版權 所以我們可能不太能放09的畫面 喔他真的一上來那氣勢就很兇 那個場子很炸 我這樣子我就滿足了 就整體來說我覺得很開心啦 然後又上班了最後一天嘛 算開心了吧 很開心 欸X我怎麼辦 我們明年很難超越欸 老實說就是09在小巨蛋都唱爆場了 午前期都唱爆場 他幹嘛來唱我們那種小尾牙 對不對不合理吧 要買多貴的票產可以抓在09前面 我覺得這支影片主要跟大家分享是我的心情 欸有值得 錢有花的划算啦很開心 好各位朋友 這個我們三五香商屋 大喜劇地喘的尾牙就告一段落了 那就是場面很混亂 然後又擔心有些什麼橋段沒有搞好 所以一直在一弄就沒有心情來拍這一段 到最後在那邊紀錄一下 那大概回顧一下啦 就是半尾牙的意義對於一個企業一個集團 第一個就先回憶嘛回憶過去嘛 然後再來就是感謝所有人 最後就是展望新的一年 然後可能設目標或是講一些記憶的話 那對於我們整個集團團隊啊 大家就是要很興奮 然後今年因為五週年了嘛 所以我們特別前一些百萬網紅 他們每天看我就堵攔我你知道嗎 他們看到這些其他網路的時候 就很雀躍那一年就花錢 靠場就這麼一次 就是希望大家開心過個好年 然後明年我們就有動力往更高一層樓 繼續登峰造極我們步步高升 這一支影片曝光的時候 大概也是年後了嘛 那影片面前所有的朋友們 誒 祝大家就是誒 賺錢賺到兔嘛 反正是兔年嘛好不好 就是誒 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非常訂閱 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希望賞屋誒 誒 感謝大家 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